昨天报道过一个住在劏房的女人初步确诊后 担心会传染给其他住户在街头露宿 现在劏房的另一个住户快速检测也呈阳性 卫生署曾经说劏房不适合居家检疫或隔离 但又未能安排染疫的住户送去隔离 有组织就批评政府没有兑现承诺 卫生署仍然未有回应 星期一夜晚有朋友得知李女士的情况 为她提供一间房暂住 但之前连日寒风冷雨 她老宿街头已经开始卡 他原本住的地方 三间房盒共有二十几个床位 共用三个洗手间 现在另一个住户快速测试也呈阳性 怀疑被她传染令她很自责 我当然不开心 整天自己两眼都很无力 一共有一个都不知道是谁传染 怀疑被李女士传染的刘先生说 不会责怪李女士 她自己已经有病症 会留在劏房等安排 但早在今个月五号卫生署宣布退行居家检疫或居家隔离的时候 已经提出家庭环境是考虑因素之一 但在社区组织协会说 现实是 这些劏房和农屋住户都未获優先安排 她希望政府尽快建立机制 有线安排给有需要人士隔离 无线电视记者谢月情报道 现有的社交距离措施会维持到4月20号 也会收紧部分措施 包括午市堂食同台人数 也会收紧部分措施 晚市没有堂食一直到4月20日 大部分处所的关闭一直到4月20日 这将会对我们业界是一个很大的不好的消息 但我希望他们都明白 现在去到这么关键的时刻 我们不能够不采取这个措施了 可以收紧的范围 当然是午市堂食是可以再收紧的 现在好像是四人一台 现在要收紧到两人一台 另外在户外配戴口罩早前有些豁免 可能现在都是要收紧 但详情请大家等一等 食物及卫生局会稍后公布 当局考虑缩短接种第二剂新冠疫苗 和第三针之间的时间 以加快接种加强制 现在就算想打 那些未够六个月都没得打 但其实合资格的市民已经打了第二针六个月 打得不错 一半的合资格市民已经打了 我今早特别都见了几位专家 大家都同意其实是可以了 因为香港的疫情去到这样 所以我们应该很快 卫生署就会公布第二针和第三针 今天相隔的六个月是否可以缩短 特首林郑月娥有公布改章和增建隔离设施的蓝图 包括在洛马州河吐区建临时医院 林郑月娥说 目前五千多个社区隔离设施单位 今个月内将会增加到12000个 下个月再额外增加16000个单位 全部是来自酒店房和将启德邮轮码头改装 而目前已经动工 在祝国湾二旗和邮轮码头对出的空地 将会提供大概1万个单位 相信未来几个月是会分阶段 不会一次过建好 但也不会全部都要等3个月后才建好 林郑月娥又说 已经敲定五幅的土地 建多2万个隔离单位 包括委托内地施工团队 在洛马州的河吐区建临时医院 相信规模和北大鱼山感染控制中心差不多 即提供大概800张病床 这些土地最大的幅当然是洛马州河吐区 这个就是我们建创科园的 但它不影响因为它的地很大 我们现在选择应该是东边那一片土地 而且非常近深圳 所以内地来支援建筑团队都方便很多 另外那四块有些是私人发展商质出的 所以是无上感谢给我们用的非常感谢 有一些也是政府自己的土地 特首又透露 今个月底会将实际美体育馆 改装成长者治疗暂托中心 接收医管局转介 院世又未必即时接收到的长者 母线电视机者陈坚报道 现在估计可能有三万个确诊 或者初步确诊的人士 仍然在家里等待进入社区隔离设施 或者入医院 但我相信严重的个案 都应该是召唤救伤车入医院 但大部分Omicron的个案 都是很轻微 是上呼吸道一些不舒服的 所以面对这个现实就是 本来应该隔离的人 现在在家里等着 我们都应该为它提供支援 这个支援未必做得够快 我都要求卫生署和医院管理局 要加快为这些在家里 上代入院或者入隔离设施的市民 提供更加好的支援 目前的支援相对比较到位 就是炮上门派发电子手环 抗疫的物资包 成立了医疗查询的热线 开了一些指定的诊所 给它预约服务 也都安排了专属的的士 来接载这些上代入院 或者入隔离设施的人 点对点地去到指定诊所 但是我必须强调 隔离仍然是我们的政策目标 尽管能力暂时未够 但是隔离仍然是防疫的政策目标 所以跟着的工作 这段时间都努力着 就是要全力在中央的支持之下 建设更加多个社区隔离设施 来接收这些检测阳性 但是是没有病征 或者病征非常之轻微的人士 我们目前大约是有5000个这些单位 这5000个单位是分别来自足高湾 由以前的检疫中心 现在变成了社区隔离的设施 也包括我们有大概是1600多个酒店房 已经是投入了去做社区隔离的用途了 我预计在2月内 即是这个礼拜来 因为2月只有28天 在这个礼拜来 我们这个5000个单位 会增加一倍以上 去到12000个单位 这个12000个单位 就是来自三座未入伙的公屋 现在的家司已经是慢慢配套进去 也是来自更多的社区隔离的酒店 可以投入服务 这个就是去到2月底的情况 再去到整个3月内分阶段 我们会增加了另外16000个单位 这16000个单位又来自哪里呢 就是分别来自更多的社区隔离的酒店 以及启德邮轮码头的改装 这个就是3月的情况 在中央的支援之下 我们将会做以下的工作 这些都是在空置的土地里面来建的 是重新建的 已经开建的 大家记得我上个星期六 都参加了这个开建的余式 就是在竹高湾的第二期土地 以及启德邮轮码头隔离的土地 来建建这些隔离的设施 相信未来几个月会分阶段 不会一次过建好 但也不会全部都要等三个月后才建好 是会分阶段提供大约在两块地 是一万个单位 另外我们又在很短时间 已经敲定了五幅土地 暂时因为还要下去 和成建商中央 接受我们委托内地的施工团队去看 所以现在的初步估计 就是这五幅土地 最少是可以提供二万个单位 那这些土地 最大一幅当然是罗马州河滔区 内地新增59宗新冠病毒本地个案 另外新增超过70宗 由香港输入的确诊 和无症状感染个案 新增本地个案当中 内蒙古有20宗 江苏12宗 遼宁6宗 北京有4宗涉及东产澳币还人员 四川、云南、湖北和广东 都有零星的本土个案 而多个省市继续新增多宗 由香港输入的确诊 和无症状感染个案 广东占最多有41宗 上海23宗 福建8宗 北京4宗 和浙江1宗 深圳口岸星期二通报 再多24名跨境货车司机核酸检测强症 今个月以来 已经有超过100名跨境货车司机确诊 另外深圳市公安南山分局通报 一个香港籍的跨境货车司机 涉嫌违反疫情防控规定 而他的核酸检测结果是阳性 各个司机在星期日凌晨入境工作之后 违规和内地司机进行场外接驳 没有按规定入住服务驿站 目前两个人正在接受隔离 并已经被公安机关立案偵查 渡过的区域列为封控区、管控区和防范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